這非常不簡單,這是女戰士啊 我現在,一樣,像剛才我們在壓批當中 有看到前一個警察槍聲,來損失台灣人的主權 就是我們鄭宇秀鄭小姐 我們現在是不是用上一個扒聲來歡迎鄭宇秀 補充一下,她是學家人,所以說發起人 大家跟拍拍一下,好嗎 我剛才說學家人在身中的學家鄉親 你來跟學家鄉親來搶完 台灣的學家鄉親,身中的學家鄉親 各位,我們台灣國的朋友,台灣的主人 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陳水扁總統在過去的八年的執政會被打入貪腐集團 中國人很不要臉,像選舉選不贏人家 台北縣縣長選不贏人家,就升格對不對 台南縣選不贏也升格,高雄縣也升格 幾乎都是民主進步黨執政的縣市對不對 選不贏人家理由一大堆啦 然後呢,做總統做不贏人家也一大堆啦 過去八年我們執政做得非常的好 有沒有聽說我們的本土執政 爭奪台灣人民的財產有沒有 沒有 誰很漂亮,爭奪台灣人民的財產到現在還交不出來 就那個中國國民黨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過去的八年我們的執政做得非常的好 過去的八年如果我印象沒有記錯 石油有沒有漲價 沒有 沒有漲價對不對 陳水典總統非常慷慨 他的國營事業叫中國石油公司 他不讓他漲價 他不要賺台灣人的錢 他替台灣人分擔對不對 中國石油每天在那邊鬼叫鬼叫 快要倒了快要倒了 不可能的事情啦,叫一叫而已啦 那麼過去的八年我們的民生物質 是不是非常的平穩 米有沒有漲價 糖有沒有漲價 石油有沒有漲價 媽媽最清楚啦 現在去菜市場 拿到一千塊買不到兩樣東西耶 什麼都上豬肉雞肉 糖、鹽、油 什麼都漲價對不對媽媽 對不對 過去的八年 他們每次那些中國人像我們台灣人做總統很笨 很寒慢耶 但是 我寒慢 但是我做得非常的踏實啊 我讓我的老百姓 生活的物質都非常的平穩 石油沒有漲價 然後每天晚上都很安心的睡到早上 現在齁 我還沒起來 欸欸欸欸 什麼 嚇到耶 因為很怕明天早上起來 我家門口齁 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戰車 五星旗 有沒有可能 有 有可能對不對 有可能啦 所以呢 做總統做蘇人家 就把過去的八年的本土組織執政 全部叫做什麼 貪腐集團 哪一個貪的你們講給我聽 陳中南有貪嗎 沒有 給你抹黑到現在又平反了對不對 對 高雄捷運有貪嗎 沒有 謝金志先生有貪嗎 沒有 他全部給你抹黑現在才平反 現在我跟總統講喔 比較少喝奶的啦 隨便給他抹 最好抹到2012年啦 陳水扁總統喔 邊算的都算啦 對嗎 真的 我那些男朋友明農 親到客家鄉親 美農很多客家鄉親 他就跟我講 我說我很煩惱 怎麼這麼好呢 他說鄭小姐你邊煩惱 總統就讓他歸 只是總統比較辛苦而已 關到2012年 不用選就當選了 所以我們大家要有自信 我們一定要有自信 過去的八年本土執政 是做得這麼好 你看馬英九政府 一上台第一個就欺負農民 怎麼欺負你知道嗎 肥料囤積 讓我的農夫農人要種 種菜 種到 找不到肥料 囤積然後呢 又漲價對不對 結果是誰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每一個地方的 農會 農會自己在做這件事情 那就是馬英九 爭一眼閉一眼 讓農會系統裡面的KMP 死國民黨 爭一眼閉一眼 讓他們去賺台灣人的錢 欺負台灣農人啊 以前陳總統執政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陳總統 在台灣台灣人的心裡面 會這樣有那種感覺 非常的好的感覺 過去八年的執政 我跟大家報告 這裡應該沒有農夫 但是我了解 陳總統把肥料 不但沒有漲價 八年沒有漲價 而且送到家 有感興嗎 所以呢 我們的基層的農民呢 非常的挺總統 非常的感興 很多鄉下的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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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我們的總統 就 啊 這樣喔 你很辛苦 有的媽媽跟我說 沈小姐 晚上都睡不著 睡不著 睡不著 想說總統怎麼這麼可憐 我真的只有安慰他 沒有關係 台灣人是最能忍耐的 我不怕任何人欺負 對不對 對 我們一定會熬出頭 對不對 對 所以呢 各位 我們大興裝飾的朋友們 在未來 不論任何一個選舉 國民黨有錢沒有關係 如果國民黨請我吃飯 給我紅包 我照吃照拿 對不對 對 票要投給他嗎 不一定 絕對不可能啦 不要啦 一定不投給他啦 對不對 齁 給你拿給你吃 但是呢 對 不可以當國民黨 好嗎 我在這裡跟大家講一個 富邦於次案 好不好 大家每次在講說 馬英九的於次案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齁 一次案就是把台北市銀行 會下金 金基蛋的市銀行 整個賣給富邦 富邦 富邦銀行這麼小 台北市銀行這麼大 而且賣彩券 賺錢賺翻了 台北市 台北市銀行 大概都在撒嘎康 轉腳尖 譬如這裡是台北市銀行 他的土地在三十年前 如果說一坪喔 只要兩萬塊 現在呢 他的地價一坪大概二十萬 也許五十萬一坪了 經過這麼多年 三十年以後 你知道馬英九跟他交易的時候 是用什麼時候的價錢 用以前用三十年前的價錢 跟他買 賣給富邦銀行 就是說那個地價 本來是要一坪五十萬賣給他 他兩萬塊賣給富邦銀行 各位 他一次吃的多不多喔 馬英九 他都不怕鬧銀行 他不怕鬧銀行 他不怕鬧銀行 兩萬塊的東西 現在是五十萬一坪 他竟然以兩萬塊的價錢 罵給富邦 我問你 我問各位鄉親 為什麼大家不去查這件事情 還有貓懶 北投的貓懶 剛才那個李老師也有講過 貓懶變懶貓變死貓 現在呢 沒有救了啦 已經在家戶病房裡面沒有救了 貓懶在開始要見到的時候 如果地層沒有勘驗喔 沒有去勘驗 他裡面的地層都是鬆散的 他好大膽喔 這麼鬆散的地層 他可以弄一個 那個貓懶在上面 然後呢 也沒有雜向執照 蓋好的時候 像我們的房子蓋好 要不要使用執照 沒有使用執照 國民黨會給你水給你建嗎 沒有嘛 貓懶多可惡耶 要蓋的時候不用地質勘驗 不用建築執照 不用雜向執照 開始用的時候 也不用使用執照 現在貓懶停擺在那邊 有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沒有任何一個人 因為貓懶去坐牢的 有沒有 如果今天貓懶是陳水扁總統的團隊 那今天要關多少人 快那個監獄都關滿了啦 對不對 你們大家想想看 貓懶的功臣弊案到這種地步 可以沒有一個人牽累到 可見 國民黨 對 我們這位吳大哥最有智慧 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講到法院 我今天一天都在法院 陳總統今天出庭 我在那邊 很多的鄉親我們有進去旁聽 今天我們順利的把兩句話帶給總統 第一個叫總統一定要保重 台灣需要總統 總統有點頭 第二句話說總統 要忍耐 國民黨在等你啊 你一定要忍耐 國民黨他們很清楚 總統根本沒有罪 到今天兩百多天 有沒有任何一個戰人站出來說 總統快悟 或者總統跟我勾結 或者總統來壓榨我 叫我要給他兩千萬 沒有一個人這樣子講 對不對 然後呢 所有的證據 都沒有辦法顯示總統貪污 所以要關在看守所 在看守所裡面的人 是還沒有定罪喔 他們是還沒有罪喔 是無罪的喔 除非你已經定罪了 那就要抓到監獄裡面 李光頭對不對 到今晚兩百多天 國民黨的檢調單位 撲天太地的來 有沒有找到 沒有找到半樣證據 不是找不到證據 是因為本土執政 陳水扁總統的執政團隊 非常的有自信 我們絕對沒有做違法勾當 對不對 對 今天這位大哥 如果要選立法委員 我欠付他兩千 兩千塊你欠付一半 大家欠付 這欠付的錢就叫做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就是選舉的時候欠付你的錢 你國民黨難道沒有拿嫁付的錢嗎 你們拿的嫁付的錢就叫做嫁付 那陳水扁總統拿的就叫貪污 最近有一個立法委員叫郭文成 他選舉的時候日統公司嫁付他兩百萬 現在檢查官說那兩百萬是賄賂款 人家在選舉的時候人家的贊助款 你怎麼做人家是貴賂款 所以 想不完了 各位鄉親 我們一定要堅持 要忍耐 要有智慧 在下一次的選舉 我們只有透過民主的機制 選舉的機制 用我們的選票 把國民黨保定好不好 謝謝你們大家 謝謝